快人快语,天下事!京腔京韵,老北京! 武昌汉口起风雷,大白天里撞上贼, 事实真相权盗走,道义人性也偷美,有点儿悲。 帝都北京停客运,春晚欢歌四处飞, 成龙献唱狂抹粉,说:"谁说国家向染病,说这话的,一准卖国贼!" 武汉肺炎出奇警,领导消失没处追,医院急缺防护服务,护士哭的, 谁看都得掉眼泪,天地寒悲。 正义律师陈秋实,汉口车站急发推,世界各国求求您, 口罩眼镜防护服,别客气,赶紧往这堆。 话音没落吓一跳,脑袋顶上想炸雷。 外国援助不需要,我们物资很充沛, 送那么多医疗物资干嘛呀,千万别送,容易发霉。 各位茶友,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光临老北京茶馆新频道, 品初二茶,听紧急事,我是李正。 紧急事啊,真来了。 大年初一,好多外媒、港媒都在转发新京报的一条快讯。 从打大年初二开始,北京所有的省级客运,全部停运。 啊?北京也要封城? 哎呦,想想这话,都觉着厚薄梗子,一见冒凉风。 您就说,这通告后边,有多少咱们不知道的严重情况,可怕不可怕。 咱们上回跟您播放那段神秘录音,难道真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新京报25号快讯说,今晚,网络上突然热传,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北京市省级道路客运全部采取停运措施的消息。 刚刚记者从北京多个长途客运站获悉,这个消息属实。 北京市交通部门告诉记者,根据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要求,明天,也就是大年初二开始, 所有北京市省级道路客运全部采取停运措施,恢复运营时间等通知。 这是党国首都北京的情况。 当然,道路客运停了,没说航空也没说货运,但是呢,架不住多米诺来第一块。 再者说,咱也不得不防啊。 毕竟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要封城啊,这动静儿忒大, 跌一脚软着陆,慢慢封,也未可知。 所以呢,身在北京的茶友,您得留神。 凉油米面,口罩消毒水,准备点,没坏处。 咱们再看一下魔都上海。 早在23号的时候呢,上海出现疫情的地点就多达23处。 当时的报道是各大医院人满为患,防控疫情形势相当严峻。 24号的时候,上海市政府决定,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回应机制。 政府能不知道吗?武汉封城,当时上海是逃亡的目的地之一。 甚至有人已经发现都有发烧症状了,还往上海跑呢。 当局不是在高速公路测体温吗?筛查?体温合格的放行。 网友说了,不少人吃退烧药,糊润过去也得离开武汉。您就说隐患有多大。 其实现在湖北还哪顾得上武汉啊?整个湖北省三天时间全省封城。 湖北省境内15座城市全部被封,现在还升级版了。封城以后又开始封区。 武汉不是武汉三镇吗?武昌、汉阳、汉口。25号的时候,武汉过江隧道关闭。 汉口和武昌进出方式被封闭。城市周边的村子也都被封了。 整个湖北省几乎是全封,而且是分化式碎片化的隔离。 在封锁农村的村口上,这农民朋友的创意空前得到了发挥。 有的村民据说是从武汉回来的,那村干部甚至玩起了简单粗暴的, 直接把这家人大门给封上了,拿封条。 现在全球感染人数一共超过了1300人,在中国确诊的人数是1287人。 这是官方的数字。患病死亡者41人。新增死亡病例呢, 包括25号那天,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梁武东, 武汉市金金潭医院离世的。这是第一位医务人员死于武汉肺炎。 您要是看过武汉视频发的推特,您就知道,这场疫情到底有多凶猛, 可是有另外的数字。武汉封城当天,财新网在武汉的常务副主编高益有个信息, 高达1万人已经患病,剩下千万的武汉人也处在危险之中。 原因呢就是缺乏透明度,公民不能监督,维稳思维, 尤其是官员还有国家卫健委的专家掩盖防控不力, 重蹈2003年萨尔斯覆辙。 24号,湖北航天医院医生胡电波冒险向外界披露, 湖北省总发热的人群超过10万人,医院现在向地狱四处喊救命。 新浪微博有多段视频描述24号武汉一家定点医院的最新情况, 当时的情况是,医院里边有轮后的病人已经失控,床位不够, 病人都挤满了通道。陆思平的女士就说,走廊里边有三具尸体, 去世了好几个钟头,一直没人处理,找医院的负责人也没用, 医生护士都忙得透不过气来了。 三具尸体已经在这里躺了一个上午了, 有的人已经是凌晨死了,到现在没有人来处理。 然后医生护士还有病人全部都在这种环境下面工作。 这就是静点医院的现状,没有任何人管。 武汉第五医院的医生发帖就说,医院里边找不到领导, 物资不够,一天都没吃饭,死了好多人,尸体没人收。 哪位医生辞职,立面吊销从医执道,自己的老婆、 妹妹和同事都已经崩溃了。这大夫就说,我不需要加油, 我需要全国都知道武汉发生了什么。 一张照片显示,武汉第四医院已经停诊, 急诊医务人员已感染、停诊、消毒、隔离。 23号到24号,武汉八家医院发出公告,向社会各界征集捐赠以下防护物资。 一位武汉医护人员在视频里哭着向亲友说, 你们一定要做好防护,千万千万别相信政府,全得靠自个儿。 多了,蛮多。他们医生出来的估计大概有十万人。 我们今天这里十几个医生,一天都看了一百多个。 蛮多都已经不行了,我的位置住了。 然后加上这里老,说政府的,不是说到你们那里治吗? 但是政府让我们开始治,根本谁我物资都没有。 他们相伴就乱都搬不了。 我觉得后续完全不行,我们在这上一天,整个人的心里都快崩溃了,都已经受不了了。 他们在这求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一点办法都没得了。 就看到一个好生生的人,叫他慢慢的都不行。 所以你们的武力一定要做好防护。 千万千万不要等到来相信政府,我觉得全部都得要靠自己。 还有更惨烈的,网上传出了多段医护人员受不了这种压力,嚎啕大哭的视频。 香港大学新发传染病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管毅,他那结论大伙应该是听到了。 他认为的保守估计数字,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 从10倍开始,英国一位传染病专家24号发表论文,他的结论是,目前只有5.1%的患者得到了确诊, 估计到2月4号,仅仅是武汉这一个地方的武汉肺炎染病人数就将增加到25万人。 好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疫情这么严重,中共各级领导在干嘛,为什么没有各级领导到第一线指挥的画面? 问这话人啊,就包括律师陈秋实,他去武汉了。 秋实到达武汉以后,在汉口火车站前头录了一段视频。 他在视频最后说了三句话,包括,既然我和武汉人都是同胞,那我愿意跟大家同患难。 今天是大年三十,习近平上场去了我管不着,但是我陈秋实来了,我愿意和武汉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扛。 我想对那些拥有先进医疗技术和条件的发达国家说,请帮帮中国,请帮帮武汉。 如果你们找到了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或者有更好的设备和装备,请支援给中国武汉。 即使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说了太多耀武扬威的话,但是那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心声。 即使我们都知道,就算你们帮助中国渡过了这次难关,中国政府也会继续骂你们是西方敌对势力。 但是没办法,中国政府就是这么个德行。 可是十几亿中国人民是无辜的,这片土地上的生灵已经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请你们本着人道主义的情感,帮助中国,帮帮武汉。 秋实用习名话说呢,那叫真男儿。 不过这位真男儿啊,想找那位扛麦子的真男儿,喊半天也没见到人影。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秋实去了第十一医院,他看见了医院里排队的人龙,看见了两具已经离世的病人的尸体。 护士告诉他,你看没看前两天走廊里停着三具尸体那视频。 秋实说,我看了。 护士说,官方已经辟谣了,但是那视频是真的。 秋实当时就傻了,什么? 护士又说了一遍,官方辟谣了,但是那视频是真的。 陈秋实再没思想准备,他也没有料想到中共的底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呼吁的领导没出来,他呼吁的国际社会,人家帮助真来了。 但是,中共拒绝接受外部援助。 24号,推特网友温相发文说,美国纽约华人捐赠5万美元的口罩,被上海海关扣下。 然后说,我们不接受境外势力的东西。 这些捐赠者当时就傻眼了,他们说,我们哪有什么势力呀? 温相就感叹,这就是延迟地真实的一撇。 推特网友王歪嘴也发推文说,两天时间,我和十几个朋友出资, 说通了四家做医疗器械的朋友,募捐到了4407箱口罩和护目镜。 24号下午4点20分左右,正当我联系做消毒液的朋友的时候, 接到湖北的电话,警告我,要么闭嘴,要么给我找个地方过年。 王歪嘴就说,说真相的代价,就是坐牢。 好,朋友们好,我是王亚军,我是王歪嘴,感谢大家的关注。 这是我第一次在YouTube上发自己的视频。 然后,从昨天开始,武汉各个医院通报是缺乏物资。 我联系了十几家工厂,还有那个商务公司,包括霍宁威尔。 就是,非常给面子,非常给面子,捐了好多。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家公司。 不说名字呢,是免得人家说,大家在做广告啊,是有索图啊。 啊,捐给谁了,捐了多少? 我觉得,反正是他妈的,我们搁几个,十几个人。 啊,捐的东西,无所谓,无所谓。 啊,又不需要人给我们发奖状,对吧? 就这么找吧?啊,挺好,挺好。 四千多箱,四千四百零七箱,口罩和护目镜。 啊,今天下午已经,今天一点多,已经坐完车。 一胎九米六已经发走,发走,从上海发出去。 我估计到今天半夜左右就能到,明天上午就可以进医院。 啊,就这么一点意思吧。 啊,然后,刚刚,现在是四点四十。 啊,刚刚四点半左右接到的电话,湖北的。 然后,告诉我,应该闭嘴。 啊,如果我想在,不想在拘留所或者是某些地方过年的话, 我应该闭嘴。啊,因为连着,从二十号到今天我写了六七篇的东西, 已经全部被他们记录在案了。 他们觉得那个,我不应该去说这些事。 啊,武汉的事也不关我事。啊,疫情也不关我事。啊, 啊,公共媒体都没有报导,也就轮不到我来报导。 嗯,其实在他们打电话的前一秒,我还在给上海的和苏州的两个朋友,啊,经营那个消毒液和那个一些洗液的公司,在打电话联络。 看看能不能再给支持一下,帮忙捡点东西。啊,就是他们经营的东西嘛。 然后,在给那几个哥们打电话的同时,就接到了这种电话。 啊,我是很不开心。 湖北真的,可以。 湖北省委官员也可以,不止武汉。 武汉的那几个,都是虾米。 湖北省的,也不是最大的。 啊,很不开心。 真的很不开心。 我就是,假讨论的。 刚刚,跟。 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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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没做过了 谢谢 其实咱们想想也能知道 共产党是想用不需要外国援助来掩盖疫情的严重性 武汉封城成为全球各大媒体连续几天关注的头条 在中共机关报头版上 从1月22号到1月24号 没有一条这样的消息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的头三版 武汉封城的事压根就没蹬上去 它哪有人性啊 尴尬的是党嘴里的反华媒体 一直在密切跟踪报道武汉的疫情 这帮反华分子啊 跟中国老百姓站一块去了 中国政治评论人士胡平告诉美国之音 这些外国媒体才是真正关注武汉 和武汉人共命运 感觉好像外国的报纸才给中国人办的 而中国自己的报纸 不是给中国人办的 胡平就说 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涉谈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在实际上是西方媒体看到了人类命运的共同 他们把中国人当作同样的人类 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加以关注 而中共政府那儿呢 他自己的国民都没有被算进他的命运共同体里边 中共领导人是把政权的稳定放在第一位 把政府控制舆论放在第一位 人民的疾苦 成了稳定大局的牺牲品 好多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 大裤衩春晚今年是格外的喜庆 渣男成龙献唱大侠会员甲 高调向全世界宣布 问我国家哪项染兵 这网民就说 这嗓子喊出来武汉人多绝望 还有网友就说 想想春晚再想想武汉医院尸体被放在走廊里 医上忙的汗流浃背 这对比真极致 也许您还不知道 这些在第一线被党利用来歌颂党自己伪光正的医生护士们 不光是只有玩命的责任 又多了一个闭嘴的责任 网友在微博转发了财新网记者的话 说 所有的医生都拒绝采访了 上级命令的 不许质疑 不许揭短 不许说真话 甚至不许说话 那允许什么呀 韭菜们无脑的自嗨 残忍的互害 这都行 茶友们见过武汉刚开始封城的时候 有位武汉的网友跟外地网友的口水战了吧 当时有个武汉市民开车闯出来 外地网友就跟帖谴责 那意思是你不应该出来 把病毒都带出来了 结果越说俩人越有气 这话也对不上茬 最后干起来了 武汉人就说 我就到处走 就把病毒都传给你们 那外地网友啊 玩意更狠的 应该对武汉图成 有网友转推了这帖子就说 一位中国人发微博说要把武汉图成 微博底下 竟然有26,600个中国人点赞 事实证明 中国人 比共产党更狠 更没人性 其实呢 比他狠 那不可能 那是什么呀 共产党用鸡血 还有暴力专政的狼奶 把中国人啊 都培训出来了这种兽性 有了邪恶共产党的一部分基因 当然了 都是因为不理智 说的都是气话 实际上呢 他们也不太可能 有他们打嘴杖说的那么不堪 但是 即使为了痛快 真要是有道义尊严的人 有底线的人 对同胞有基本同情心的人 也不能那么说 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呢 咱们看到了好多底层互害的场景 有很多人呢 乱扔用过的口罩 有的人呢就到处捡 把这种肮脏甚至有病毒的口罩 收回着洗 要卖给武汉人 也不知道这些人看不看过那个视频 一个疑似患病的人 绝望的躺在地上 把兜里的钱 撒的到处都是 他知道 要是没有命啊 这钱 一点用也没有 似乎这底层卑微和无奈的平民百姓 面对着面前的瘟疫灾难 完全忘记了祖宗的训诫 大的灾难 大的瘟疫 恰恰就是因为人在道德 在操守上出了问题 尤其是执政者逆天而行 让上苍震怒 天地良心这东西呢 中共 那是没有的 不光是没有 反对这个还 但是呢 咱们可都是中国人 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的血液 还有基因里头 给咱们后代就留下的这种东西 所以咱们身上应该有 用更没有底线 更没有廉耻来应对 因为没底线 没廉耻 而招致的灾难 只会更加加剧自己的难度和困境 武汉人不说了吗 这个年呀 不是过年 是过关 怎么过得去这关 真得自省 真得变得好点 真得 瞬天一而行 陆媒呢有个报道 24号上午9点的时候 武汉版的小汤山医院 在武汉菜店 知音湖 武汉职工疗养院 开建 官方给这医院起了个名字 您猜不着 叫 武汉火神山医院 预计呢 这医院是建许面积达到25000平方米 可以容纳1000张病床 医院呢 准备在6天里面就建成 因为当地是武汉的水源地之一 在这收治病人 立马就引起了民众的恐慌 但是据说呢 现在官方依然是执意的施工 并且坚称 此处 不是水源地 其实网民都给出好多以前的报道来了 官方报道上就管这叫水源地 还仅说这的水之好呢 这个呢基本上算是一个关注焦点嘛 但是 我跟大伙说这事 是想说另外一个问题 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网友啊 分享了一对话截图 一位跟高层有接触 了解内情的人 告诉他一个离奇的事啊 中共 为什么把武汉版的小汤山 起名叫火神山医院 哎 有说到 这留言就说 给大伙科普一下 肺在五行里边 属金 火克金 所以这个瘟疫就是火疫 这次武汉新修的两座医院 就叫火神山雷神山 为什么呀 因为火神收地火 雷神收天火 哎 这上头啊 是想起这名 图个吉利 请这俩神 把瘟疫 给收走 同时 从卦象来讲 火神 就是势科卦 象征牙齿 咬碎硬物 把困难克服掉 人说了 这是有 这都是有高人质点的 不知道您想过那个问题没有 毛泽东 几十年 让中国老百姓 相近无神论 可是呢 谁都知道 他那中央警卫团 8341部队的番号 怎么来的 那是老道告诉他的 还不关番号呢 毛泽东后来包括住在哪 什么时候进北京 坐火车还是坐飞机 到底进不进故宫 等等等等 在超长的力量面前 表现的都老老实实 当然了 共产党那些党官的信神 那只能叫所谓的信神 为什么呀 他们的信呀 都是利用 求得这些神保佑 保佑他们名利特权 或者保佑坐稳江山 属于临时抱佛绞行的 官场人都知道 那帮人最愿意 弄些什么算卦看风水之类的事 跟信仰没什么关系 其实在这种非常离奇的天灾面前呀 咱们中国人心里头 甚至潜意识里头 都有信神的因素在起作用 不有好多武汉人那么说吗 没法治 听天由命吧 认命 这就是相信神 这就是老祖宗的思维 所以你也可以顺着想想 为什么香港 现在一天到晚的喊 天灭中共 为什么中共 现在走到这一步是天怒人怨 简直是焦头烂额 也许 不是偶然的 咱们那回节目说武汉肺炎跟您说过 海外华人三退保平安 这是现在的潮流 您呀 也真应该考虑一下 要不要还保留着这倒霉催的邪恶党 他那党组织成员的身份 除夕当天呢 广西网友来信说 本人所处广西西北小城 24号凌晨的时候 打雷又闪电 这春节才刚刚开始 春雷是不是来得 这真是忒早了 除夕半夜十点 本来下的绵绵细雨的天 突然狂风大作 后来竟然下起 鞍唇淡大小的冰雹 随后又是倾盆大雨 我活了三十岁 我也就见过两回冰雹 那还都是夏天 这大冬天的 下这么大冰雹 忒反常了 这到底是暗示什么呀 在全国人民都笼罩在疫情的恐慌之中的时候 党媒还在歌舞升平英歌厌舞 真的让人悲愤 您说这肺炎怎么就不往中南坑去呢 同样也是除夕这天 我们还接到了一位大陆茶友的一封特殊的爱信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 我是你们的一位忠实茶友 最近看到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大陆的新闻 心里非常焦急 尤其听到武汉被封城的消息 其实很多其他城市也封城了 我的西人朋友被困在其他城市出不来 我觉得 自己应该为大陆的民众做点什么 不能眼睁睁的 看到大陆同胞在被政府抛弃的情况下等死 我是一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 我因为白血病呢 从13岁开始 修炼法轮大法 已经23年了 法轮大法救活了我的命 同时在大陆的时候 我曾经告诉一位突发疾病 面临死亡的路人 让他诚心念九字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从而让他起死回生 我是一个按照真善忍修行的人 不会说谎 我亲身的经历证明 危难来临的时候 人是有救的 请大家记住这九个字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在天灾人祸里边 您一定能 化险为夷 能看得出来 这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呢 真的是一片赤诚之心 所以啊 好意 您也别拒绝啊 想想他说的话 好嘞 凝聚正义良知 开启国人智慧 欢迎您传播 订阅 点赞 分享 老北京茶馆新频道 让这点萤火 照亮 更多的同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